當時到寶寶一出生的時候 那時候在拍戲 然後那個時候就開始 他就慢慢長大了之後 第一次接上他的時候 我就直接哇直接哭 那一次我是一直 就是我結束之後一直哭一直哭 是因為那時候老師給我的請求 我已經全身著火了 然後這時候突然下一場大雨 然後我竟然感覺到 我全身很燙很熱 然後有點就是我全身著傷 因為其實被火燒身 其實不是最燙的時候 而是當水澆溪下來的那一瞬間 我覺得很痛 然後我覺得那瞬間就是 你從熱然後突然變涼的那個 反應會是更大的 對然後我記得那時候結束之後 我就一直哭一直哭 我收不回來 然後老師就跟我道歉 他跟我說他沒有想到這件事情 是有危險性的 他沒有顧慮到那麼多 對然後我也說沒關係 但是我那一次真的是 那一天回家我覺得我死過一次 就是被火燒死這件事情 我們話題之前有做過一部片 然後一部片完的時候 大概在一兩年前 所以我們在之前已經認識了 然後到那時候在話節拍的時候 他還是一樣 他說是五月間的阿信 然後那個時候還會說什麼 哇他怎麼樣我會哭 我會怎麼樣 我想說你真的很愛他喔 對 他生日我會發唱這塊歌 那你會愛他嗎 我不會愛他 但是我會買蛋糕給他 我的天 就是這樣 你買蛋糕給阿信 就是我買蛋糕呢 幫他親身 但是蛋糕我不自己吃 Oh my god Oh my god 等於是COM有那個口 好再卡掉了 你們家原本已經感性戀很好 但現在已經變得到這種程度是 我們家每一天就是 回去的時候都會很開心 工作的疲勞感都很不見 因為每次看到他回去的時候 我就說 欸 哈囉 然後就這樣子揮手這樣子 我就覺得 喔 放在那邊 然後把他抱起來啊 跟他玩啊 我就覺得那一整天的疲勞都已經沒有這樣 那我最近在拍一個戲是 我覺得我應該 人生中最狼狽的一個戲 那那個時候我就在中間拍的時候 我都會看他的影片 然後看一看就覺得充電 覺得就 很放鬆 你真的是寵魅魔人 就是他長成這樣 或是他那麼可愛成這樣 但是怎麼可能不去那麼愛他 蠻難過的一點是 他從很久以前就想生 然後中間試的快四年左右四五年左右 然後那時候就試了 我自己覺得他也很辛苦 那那個時候中間就開始 一年出來就是在那邊一直試啊試啊 然後從中間第一個的時候 然後第一個就變成流走的這種選擇是 難過到 其實那時候我心裡也蠻打擊的 那之後就是 知道耶 我一直都在想說 如果有一天 我們家有另外一個寶寶的話會多好 那那個時候當然想妹妹嘛 不太想說弟弟 但我覺得弟弟也OK啦 只是那個時候就是 突然有一天 就說我懷孕了 就第二次 那那個時候我就說 那我可以跟我朋友說嗎 他們就說不行 我說為什麼 他們說我們在等穩定一點 醫生說直接穩定好了之後 我們再說 我就說好好好 那那個時候我就一直憋 一直憋 一直憋 但我還是很開心啊 然後 但我也是會緊張 就是說寶寶會不會很健康 然後知道寶寶一出生的時候 那時候在拍戲 然後那個時候就開始 他就慢慢長大了之後 我第一次見到他的時候 我就直接哇 直接哭 是因為我覺得 我們 這個寶寶一定不知道 媽媽花了多少力氣在 在 我還是會不會很健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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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還是會不會很健康